八、九十年代 他們在新聞節目出現 由於他們對電腦太著迷 忽略了功課 還蚊蚊 不要錄這些 二、三十年後 他們人生變成怎樣 真的來了 會不會真的購買那隻這麼值錢的 甚麼 他不花那面就有錢 是呀 大海撈針的尋仁任務有多難 尋找那些年,這些人 尋到的是開心、感動 還是唏噓無奈呢 那是